嘿,你拿到offer了吗? 简历和作品集是你的第二张脸 什么样的简历才能长成高级脸呢? 文字堆砌很容易让人质疑你的设计能力 模块化、结构化的排版 突出重点引导视线 都是基础操作,小case 而作品集更像一场没有见面的提案 好的作品在于逻辑清晰 如果习惯够好 半年就该整理筛选一次 先盘点以往所有的设计作品 结合自己的旧视方向 来选择作品类型的权重比例 比如你想成为品牌设计师 那么优先集应该是这样 60%品牌加20%平面海报 10%字体加5%三维加5%其他 把它们放进作品集之后 赋予一个统一的视觉风格 还可以加入一些个人的tag 让面试官更好地了解你 作品集中的项目最好标注出项目背景 以及自己在其中承担的部分 重点项目也可以多放几张图 样机可以包装你的作品 但用一点就好 太多的话反而会隐盖自己的特色 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 作品集里也要标注联络方式 格式要转成PDF发送 文件尺寸最好控制在10兆以内 除非你是动画和新媒体设计师 不然别加外联 碰上没有耐心的面试官直接pass 好了 现在你准备在这些渠道中投简历了吗 等等 在投简历换工作之前 你得想清楚你为什么要跳槽 参考一下这五个维度 想清楚了过去 还要知道你现在正属于哪个成长阶段 我已经做过了一些效果不错的项目 现在更在意项目的质量 团队的潜力和我的发展空间 那么现在你一定很明确 你该peak什么样的公司和工作了 我心目中的理想工作 最好是在一个顶顶顶级设计工作室摸鱼 如果你收到了面试邀约 你更要好好的了解公司和岗位 通过一切渠道收集信息 怎么去公司 车停哪 是否需要作品集的展示设备 穿什么衣服 面试时的礼仪 面试前这些细节你都注意到了吗 咳咳 现在进入面试环节 你好 我叫Eric 今年25岁 等一下 自我介绍千万不要被简历 而是匹配个人优势 我擅长的和你需要的 我需要的和你提供的都恰好match 记好这个公式 个人信息加匹配优势加乔治一元 你好 我叫Eric 毕业于真会设计学校新媒体专业 拥有三年设计工作经验 擅长品牌和平面设计 在三维方面对CCD也比较了解 曾在宇宙电台中担任设计总监的工作 这个项目的作品获得过黄点奖 现在希望在更大的项目中探索更多可能 下一个问题一般会聊聊你过去的经历 比如你为什么离职呀 说到上一家公司啊 主要是因为公司太小了 而且领导还很奇葩 stop 面试官问的是过去 想了解的其实是未来 问你为什么离职 不是想听你抱怨 而是想知道你对工作和公司的期待 还有自己的职业规划 可不要把重点放错 你应该回答的是 我在上一家公司一共待了两年的时间 在各个方面提升和积累自己的设计能力 补足了设计能力的短板 但现在更想专注一个方向的发展 充分发挥自己的长板优势 好了 你已经掌握了聊经历的问题技巧 下一个问题会聊成果 说说你在简历中写的这个几个亿的大项目吧 这个项目的背景主要是A公司和B公司旗下的C公司 合作的一个关于D的 不不不 问的是项目 但体现的是能力 不是要你介绍项目 而是通过你在项目中做的事情 展现你的能力 比如 这个项目主要是为A公司的活动制作的手册 我们在设计前 充分调研了对方的品牌故事 定位和活动针对的细分用户 好了 进入最后的聊自身的环节 聊聊你自己平时是怎么提升设计能力的吧 我就是平时看一些设计网站和优秀的作品 聊自己的话题虽然是最多元开放的 但一定要调理清晰 这个问题你可以回答得更好 如果需要你向面试官提问 在提问前 说说你对这方面的了解 体现你的调研和思考 会提升录用概率哦 现在你准备好去迎接你的新offer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